今天我们勾的这款叫阔叶尤加粒叶 用来搭配花束是非常好看的 比如这种 它一共由14片叶子构成 有四种大小不同的叶形 1号两片 2号是五片 3号也是五片 4号呢是两片 接下来我们开始从最大的1号叶子开始勾起 我用的是四股 配的是2.0的勾针 然后我们先拿线 拿好线之后我们先起八个叶子针 但是注意我绕在手上这一圈是当做第一针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再去勾七个叶子针 四五六七 好七个叶子针完成之后我们先来观察一下 正面 上半针和下半针勾成一个辫子 然后我们反过来 反面还是有横着的这一针 这一针是李山 我们在入针的时候 从倒数第二针入针 这是第一针 我们从第二针入针 入的是上半针和李山 也就是这两股线 把下半针给它留出来 但是我们在找的时候不用刻意去找这两针 我们只需要把下半针一股线给它留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每一个针物入针的时候都是入下半圈 然后这样去勾 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加上定型丝 包胶铁丝从勾针的这个孔里面给它放进去 放在勾针下面 然后入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针目倒数第二针 大家把这个放好之后倒数第二针的下半针 入针 把定型丝给它放在勾针上面 去勾一针短针 然后在下一针里面 下一针里面去勾一针长针 入的都是上半针和里山 把下半针给它留出来 然后接下来 两针里面我们分别去勾一针长长针 长长针就是在勾针上去绕两圈 入针的位置一样的 下一针的下半 上半针和里山 然后我们先从前两个拉出 再从中间两个拉出 再从后面两个拉出 好 我们继续 下一针里面再勾一针长长针 好 接下来还有两针 这两针里面 我们每一个针目里面分别去勾三个长长针 这一个针目里面 我们一共要勾三个长长针 一个 两个 好 三个 在同一个针目里面 我们勾了三个 在最后一针里面 我们再去勾三个 在这里哈 我们把下半针给它留出来 如果新手在这里容易搞混的话 记得一定要用上记号扣 给它标记一下针目 一 好 就在刚才的这个针目里面 我们再连续去勾两针长长针 好 这里我们就勾完了 接下来到了这个圈了 这个圈里面呢 我们去给它先把圈 睁开 大家如果分不清哪一个是跟这个针在一起 你拉一下 你看往上走的 那我们肯定是 上面这一针和它是一起勾的哈 一定要找对了 不然可能拉不动 好 我们把它圈给它整理好之后 在这个圈里面我们开始勾 一个长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长针 好 长针是绕一圈 然后 把这个线头和这个圈的上半边 给它拿好了 勾上一针长针 长针 然后中长针 一次性拉出来 好 再勾一针长针 好了 然后接下来就到了下半圈了 下半圈大家注意 就是入了这一针 大家标记一下 可能拉紧之后你就找不到了 新手特别注意不要漏掉针目了 我在这里标记一下 然后我们去拉这个线头 去把这个圈给它收紧 一定要拽紧哈 拽紧之后 我们在刚才标记的这个针目里面 跟上半边对称的去勾 还是我们把这个定型丝给它放在这里 从这个针目入针 勾上一个三针的长长针加针 好 就是在这里一针里面 我们去勾三个长长针 上半边是这么勾的 所以下半边我们一定要这么勾 要不然它会不对称 对刚才我们勾的剩下的这个线头 一定要放在勾针上面给它压几针 然后下针里面 依然是一个三 三针的长长针加针 然后我们这个线头呢 在勾的时候 尽量给它放在勾针上去压上几针 它就不会松掉了 这里我勾成长针了哈 长长针绕两圈 好 再勾一个 好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下一针里面 去勾长长针 下一针里面去勾一针长长针 好 好 这一针里面勾一针 下一针里面再勾一针 我们那个线头给它压上几针之后 就可以断掉了哈 不用一直压 好 接下来我们再勾一针长针和一针短针 然后最后一针里面勾短针 就是大家如果在这里啊 容易分不清针目的话 一定要多用几个记号口给它标记一下 好 这里我就勾完了 我勾完之后在刚才的第一针上面去给它引拔一下 好了 给它留上一些吧 留上大概这么长 一会要组装的 好了 它这个线头我刚才不是压了几针吗 所以也可以直接断掉了 好了我们第一种叶子就完成了 这个叶子我们一共是勾两片 也就是这个部分勾两片 接下来是这五个叶子是一样大的 我们第二种叶子去勾五片 第一个叶子学会了 接下来的叶子都会比较好勾哈 接下来我们开始勾叶片B 起针方法呢 还是和第一个叶子是一样的 不同的是我们在这里去起上七个扁子针 加上这个圈是七个 四五六七 好了 好接下来我们从倒数第二针开始勾 依然是要先把定型四个它放进去 好放进去之后呢 我们从倒数第二针入针 还是入下半针留下来哈 把上半针和里山勾一针短针 然后再勾一针长针 在下一针里面 勾长针 然后下下一针里面 勾长长针 然后接下来这两针里面 我们剩了两针 接下来这两针里面 我们去每一个针目里面 去勾三个长长针 两个三针的长长针 加针完成之后 我们就到了这个圈了 这个圈和第一个叶子是一样的 我们是一个长针 一个中长针 然后再勾一个长针 好我们去把这个圈 给它拉这个线头收紧 收紧之后呢 我们还是和上半边 对称的去给它勾下半边 接下来的两个针目 就是最后的这两个 三针的长长针 加针 勾的时候把这个线头 和这个铁丝 都给它放在勾针上面压一下 好下一针里面 依然是一个三针的长长针 加针 这个线头可以压一段 就给它断了 但这个铁丝要一直 给它压到结束 两个长长针的加针完成之后 我们在下一针里面 去给它勾长长针 然后最后这两针里面 先勾一个长针 然后再勾一个短针 好我们这个叶片壁就完成了 我们最后还是在第一针里面 去给它引拔一下 收紧啊 收紧一些 给它留上一些线 好叶片壁我们就完成了 这个大小其实还是能看出来 这个稍微小一点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勾叶片C也是五个叶子哈 叶片C呢 我们是起六个鞭子针 好六个鞭子针完成之后 我们依然是把定型丝先给它加进去 从倒数第二针入针 先勾短针 然后接下来勾长针 然后我们勾长长针 然后剩的这 除去这个圈下来的最后一针 我们勾三针长长针 记得这里 我们是勾三针长长针 好了 接下来又到这个圈的位置 这个圈里面 我们还是勾一针长针 一针中长针 然后再勾一针长针 好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哈 然后把这个圈给它收紧 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对称的去勾 在刚才我们勾长长针 加针这个位置 我们再去勾三个长长针 所以勾叶子嘛 我们上半边和下半边一定要是对称的 要不然它出来的叶子就一边大一边小 所以你在不认识针目的情况下 你就用上记号扣 就用这个小东西给它标记一下针目 比如说你上半边 上半边勾的是长长针呢 你就标记一下 从哪一针入针的 这样比较好辨认一些 就是新手最容易是分不清针目了 所以这里注意一下就好 加针下来之后 我勾了一针长长针 然后接下来还剩两个针目 我们勾一针长针和一针短针 一针长针 然后最后一针里面 我们去勾一针短针 好 一片C我们就完成了 同样的我们在第一针里面去引拔一下 引拔一下 好 不小心把针弄掉了 引拔出来之后 也是给它留线 断掉就可以了 这个铁丝有点长了 好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勾最后这两片小叶子 叶片D呢 我们是起五个辫子针 所以我们在这个圈的基础上再去勾四个辫子 好 我们把手取出来之后 加上定型丝 然后从倒数第二针入针 勾针短针啊 然后在下一针里面勾一针长针 然后在下一针里面 也就是倒数第二针 我们勾一个长长针三针的加针 就是在这一个线圈里面 我们去勾三个长长针 好 我们再勾两个 同一针里面入针 好 继续 接下来就到这个大圈了 这大圈里面我们依然是 一个长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长针 就所有的叶子这里 勾法都是一样的 这里是个长针啊 我们可以适当的把 这边边的铁丝给它留长一些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圈收紧 收紧之后就到了 下半边 下半边和上半边对称 然后这个针目里面去勾一个 三针的长长针加针 这一针里面连续勾三个长长针 好 下一针里面我们勾一针长针 好 再下一针 勾一针短针 好 我们小叶子部分就完成了 最后还是去勾一针一把针 开头那个线头可以给它断了 我把它一直压到了最后 大家其实可以压上几针 断掉就行了 好了我们 叶片第 第四个叶子我们也勾好了 大家记住 这个叶子两片 五片 五片 两片 大家去先把叶片完成 完成之后我们再来组装一下 14片叶子我们全部完成之后 大家把它简单处理一下 用剩下的这个线头给它缠上个1.5到2厘米左右 都可以 那我用这一个来缠一下 就我们最后引拔剩下的这个线头 绕它这个地形丝 我们尽量给它把两边都不要留太短 我们要绕一个1.5到2厘米 上面这两个大叶子呢 我们尽量一个给它绕长一点 一个绕短一点的 像这个 会有这样一个错落的感觉 然后其他的都随意 然后绕好之后呢 我们把它夹在这个定型丝 这两个定型丝中间 把定型丝稍微给它拧一下 稍微拧一下 只要它不松掉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定型丝 我们全部也不用留太长了 给它稍微剪一下 稍微剪一下就行 比如说这种太长的 就给它剪一下 全部处理一下哈 处理完我们来组装 全部处理好之后 我们拿两个花杆 30厘米或40厘米长都可以啊 然后最大的两个叶子 我们先拿出来 我们先组装它这个比较长的叶子 这个长叶子呢 最顶端是两个最大的 短 这个缠的短的在下面 缠的长的在上面 我们先来缠这个长的 先把它这两个 这样子缠着这个底部对齐 然后拿上一个花杆 我们这里需要用热绒胶 稍微给它固定一下 因为我们缠的时候 是缠到这个花杆的最顶端的 如果你不固定的话 线可能会松掉 所以我们把热绒胶枪 给它预热好 在这个花杆上去给它点一些 点好之后 我们把合并好的这两个 给它 这样稍微固定一下 然后呢 我们拿出勾叶子的这个线 好 给它捏一段 开始从这两个缠的根部 开始缠起 然后往下走 好 它这个 就是一个错落的感觉 然后再继续往下走 好 我们继续往下走到一段距离 接下来我们来组这片 这三片叶子 这三片叶子用的是 第二号叶子 然后我们先拿一个 给它放在 我们是左右左这样组的 我们先给它组在右边 放好之后 还是放到这个根部 放好之后 我们就开始缠 好 接下来我们开始 组装下一片叶子 长的这个长度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而定 没有特殊要求 我们就一直这样组啊 我们上面组了两片大的 然后是三片中的 后面再组三片 三号叶子 也就是C图结的那个三号叶子 再组三个 我们一直两个三个三个 把这个长的先给它组完 组完之后 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怎么组 方法都是一样的哈 都是缠多长 给它右边一个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左边一个 这样去给它往下组就可以了 我们这一只长的叶子 长完之后 先把这个线 给它夹在 这个定型丝和花杆 交界的这个地方 稍微固定 让它不要松就行了 稍微留一点线 接下来我们去 缠另外一个短的叶子 这个短的叶子呢 方法是类似的 只是它只有六片叶子 上面两个 底下是四个 然后我们先处理 最大的这两个叶子 还是同样的 我们给它点上一些胶 然后把这两个叶片 给它固定上去 好 接下来我们拿线 给它这样缠 接下来我们方法 类似一模一样的 然后这边 右一个左一个 右一个左一个 先大的后小的 把这四个叶子 给它固定上去 固定好之后 我们再来把它两个 给它放在一起 第二只短的叶子 我们现在也组装好了 接下来我们 就是把它这样 直接并在一起 但是你看 它这两个 直接竖起来 会并在一起 所以我们把这个叶子 稍微给它弯一下 然后把这个呢 往那边弯一下 给它弯出一个弧度来 稍微弯一下 然后 这个叶子呢 我们给它减去 大概 十厘米吧 因为它这个 相对来说 还是有点长的 如果你包花束的话 你可以不剪啊 根据自己 用途来决定 你要不要剪掉它 然后这个呢 你跟它 就缠在这个位置 这里 对齐之后 把它剪到一致 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 把它两个 放到一起 变齐之后 然后我们一起 给它掺 来看 缠好之后 再去整理这个叶子 然后这个线头呢 我们缠一定的距离 给它断掉就可以了 断掉之后 然后我们把它缠 一直缠到结尾的时候 我们再来收尾 我们现在缠到结尾 剩了大概一厘米的位置 去给它点上一些热红胶 点好胶之后 我们继续给它缠 往上缠上一点 然后把它断掉 断掉之后呢 我们用热红胶 给它上面再点上一些 好 把这个 线头给它裹在里头 用这个热红胶腔 热的这个胶嘴 给它这样裹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上面呢 大家给它稍微整理一下 把这个叶子往这边 那个叶子往那边 大概就成这个造型 好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大家快去试试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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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